美食外送员和平台业者 因为签订的是承览契约 不是雇佣关系 不受牢基法的规范 虽然高雄市政府拟定的自治条例草案中 有意限制12个小时的工时 但在食物上很难管制 刀工应有的权益没有给他 你却要剥夺他工作的时间 那这样反而变成一个不对等的条款 第二个食物上面 如果他是跨平台的一个外送员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多个平台里面 加总的总工时是多少 至于工资的部分 平台业者也能够任意调整每单车资 外送员只能够多跑几单 才能够赚到足够的薪资 但却造成抢单和拉长工时 等不合理的工作条件 政府应该出面比照计程车跳表计费方式 拟定外送员合理的费率 所以但是这样的资讯呢 不是平台业者说了算 也不是外送员说了算 而应该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第三者 就是像高雄市政府来介入 来做一些基础资料的调查 然后刚才提到 每个平台的状况也不一样 然后这样的话 才使得市场的运作 而不是只有平台业者 可以单方的往下去砍单价 让我们的外送员 得到这样的一个 不太合理的一个工作条件 而针对外送员处于 承缆和雇佣关系的模糊地带 不受保障 还不如仿向欧美国家 订定类劳工专法 要求平台业者 给予外送员最需要的保障 让劳动条件趋于合理 看到底哪一些权利 是这一些工作者 他必须放进去的 比方来讲 像我们谈过的这个 劳工的保险最重要 因为这外送员 他会跑来跑去 那劳工保险 到底可不可以放得进去 我想这个是 我们下一步可以去努力的目标 内劳工这个概念 我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 用劳机法的方式去 保障这些外送员的权利 那我觉得其实 更积极介入的方式 应该要去跟业者协调 契约跟平台管理的制度 美食外送员虽然工作弹性 但在劳动条件上不受保障 如何让劳顾双方 确认彼此的关系 负喜应付的权利义务 才有助于外送产业的发展 记者潘志光 赖长邦 高雄报道